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品牌方发的物料中的肖战帅出新高度,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发型,头发前所未有留得很长,看来是为了拍摄武侠剧作的准备 身上穿的白色西服给人感觉既纯净素雅又居家温暖 而肖战手中的颜色淡雅,造型精致的悲剧,就是他即将官宣的代言 这套瓷器品质优良,设计精巧,享誉全球,不仅一直是inage式的御用瓷器提供商,而且把奢华举重若轻地划到日常生活中,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 网友纷纷表示非常喜欢肖战同款瓷器的花纹与质感,希望价格能亲民一些,官宣的时候优惠力度会很大,正好为小家庭添置一套瓷器提高生活品质 精美雅致的瓷器会给生活带来无限的美感和质感,有瓜主爆料近期就会官宣,看来要时刻关注品牌方动态了 肖战目前正在射雕剧组辛苦集训中,对于外界的纷纷扰扰置若网文,有不少人却已经开始了各种唱衰和登月碰瓷 一切的起因还是梦中的那片海,官博和肖战本人及工作室从来没确定过播出日期,只是一些瓜主忙不迭的 根据报纸上的信息将梦中的那片海即将播出的消息传遍全网,自然有不少人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这部剧定档播出 之后接连定档了两部剧,但都不是梦中的那片海,有些人辨别有用心的借宣传这两部电视剧的机会,拉彩和登月碰瓷肖战,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那两部剧的热度起来了,终于有了一定的讨论量和关注度 但显然这些人始终在自嗨,粉丝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各种唱衰影响到心情 大环境下,一部剧的定档总要经过层层筛选,剧本身的题材,演员没有任何问题 早一天晚一天播出不会影响什么,只要电视剧自身质量过关,无论什么时候播出都会达到最好的收视效果 余生和王牌都在播出上经历了9981难,最后部也无论口碑还是数据都让剧方,平台皆大欢喜 有些人生活不如意就会敲着键盘,释放无穷无尽的利器和恶意 粉丝只想努力搬砖,这样才能有实力购买肖战代言的这款高端 大气上档次又价格不菲的瓷器,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送人,都会收获到满满的温馨和幸福